第十一集 在洞穴中的数十天 张叶已经见识过不少强大的凶兽 因此他离开了洞穴之后 依然利用植物枝叶和树枝对自己伪装了一番 然后才走路 这一走就是十多天 在蛮兽山脉外围走了十多天 张叶除了碰上形形色色的凶兽之外 也碰上过几个舞者 这些在外围转悠的舞者 修为大都和张叶差不多 是五到二重天的实力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实力高到看不清 张叶推测 这些人应该是五到三重天的高手 张叶见到这些人全身都是一身杀气 于是远远地避开了 他的体位被掩盖 又经过伪装 动作又向来是小心翼翼 倒也没有人发现 这一日张叶斩杀了一头大灰狼 大灰狼的皮毛颇为之间 张叶杀了狼之后 正准备把他的皮剥下来 忽听到背后有沉重脚步传来 转身一望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原来他的身后来的 竟然是那头凶猛异常的猛马像 张叶对这头身高四丈多的家伙印象深刻 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妹子道 这头家伙不会是看中的这头大灰狼吧 张叶心里想着 身子赶忙移到一边去 这头猛马像个头明显比一般的大 实力明显也是比普通的猛马像强的多 张叶现在虽然实力提升了不少 但还是不敢招惹这头怪兽 张叶正准备远离这头大家伙时 这头猛马像却似是受了什么刺激 直直地朝着张叶追过来 猛马像身躯庞大 看上去很是笨重 但跑起来的速度绝对不慢 张叶跑出了树里之后 竟然还是甩不掉他 他妹子道 我不施展一点厉害手段 这畜生还以为我怕了他 张叶被追得火起 脚下一点 施展出惊鸿布 身子凭空而起 来到了一棵大树的一条树丫处 待那头猛马像追近时 他一跃而下 手中的断刀直往猛马像的尾部砍去 之所以选择尾部攻击 是因为这头猛马像的头部 虽然是其弱点 但却有长鼻子和立牙的保护 猛马像的长鼻子灵活而有韧性 不具普通的刀剑 凭着手中的断刀很难突破他的防守 尾部是猛马像照顾不到的地方 张叶一刀破下去 砍了个正着 不过猛马像不愧于皮糙肉厚的称号 张叶这一刀已经用了七成的真理 竟然只砍出了一个半尺深的口子 就立尽了 张叶的突然袭击 惹怒了这头庞然大物 猛马像大吼了一声 尾巴如同一根铁棍般 对张叶扫了过来 相对于庞大的体型 猛马像的尾巴显得很短小 但这个短小是相对于猛马像的身体来说的 对于张叶来说 这条突然扫过来的尾巴足有顽口粗 一扫之下 尽风呼啸 气势惊人 张叶不敢硬挡 站在猛马像的背上 将身子一蹲 正好躲过了这一扫 张叶躲过了巷尾的灵力一扫 正准备找一个皮薄一点的地方 砍上几刀时 猛马像又出招了 他那看似笨重的身子 骤然间一掌 一抖 猝不及防之下 张叶瞬间就被抛到了空中 体内气血都剧烈翻腾 在空中 张叶分明看到了这头庞大的猛马像 眼中那皎洁的眼光 奶奶的 这头家伙看起来身粗体大 笨重迟缓 一副憨厚响 谁知道竟然会如此的狡猾 有如此多的招啊 张叶心中暗惊 正于落到一棵树上逃跑时 这头巨大的猛马像再次出招了 长长的鼻子打了个响鼻 然后对准了张叶 一喷 一股半透明的液体 从猛马像的鼻子中喷了出来 速度之快 堪比见之 看着这头猛马像的公鸡 张叶心里更加的郁闷 这个畜生的公鸡时机实在是太好了 他是看准的张叶 就力已尽心里未生的时候才出手的 好一头狡猾的畜生 简直就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爽 张叶无法躲闪过猛马像喷过来的半透明液体 只好出刀将喷过来的液体劈开 他在瀑布之下练过拳 对于怎么劈开液体心里颇有分寸 一刀劈出 看似凌厉的刀势 却带着一种卷泻之力 正好将透明液体分到了一边去 虽然大部分的透明液体被卷到了一边 但还是有几点落到了身上 渗入到皮肤上 张叶瞪时感觉到一阵的剧痛 在这头猛马像手上连连吃亏 张叶心里惊骇的同时也暗暗发痕 这畜生让我如此狼狈 我就算杀不了他 也要砍上他几刀再走 否则心里一口气难以平复 逐一打定 张叶寻了一个机会 落到地上 抄起地上的一块石头 用力将石头朝着这头猛马像扔去 然后飞快走人 以猛马像的庞大身子 就算被张叶斩上数十刀 也不会致命 区区的一块石头 更是伤不了他了 不过张叶这种挑衅的动作 顿时激怒了他 他怒吼了一声紧紧地跟着张叶 张叶将他带到了一处树木密集的地方 停下身子 这头猛马像见到周围巨大而密集的树木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正要转向退走 但已来不及了 密集的树木限制了猛马像的动作 张叶趁着自己刀法快速和转向比猛马像灵活的优势 躲在这头猛马像的屁股后面 不断地出道 把猛马像的屁股展出了数十道的口子 虽然不致命 但却也让这头猛马像吃尽了苦头 怪叫连连 虽然将这头狡猾的猛马像的屁股 砍得鲜血淋漓 但张叶自己也吃了一些小亏 刚才他虽然够小心了 但仍然被这头狡猾的猛马像的尾巴扫了一下 被扫中的背部半天都发麻 可能皮肤都被打得裂开了 张叶知道 自己虽然占了上风 但想杀这头庞然大雾却是很难 又看出一刀 正要建好就收 树林之外 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和人声 这里 打得很激烈 这是一头猛马像 猛马像 真是太好了 猛马像的象牙可是一个宝贝呀 橡皮和象骨也不错 可以用来换单要 那个与猛马像对杀的人竟然还没有死 这人能与猛马像打这么久 身上肯定有宝贝 兄弟们 连他一块杀了 快 快包围住 听到传来的声音 张叶和那头猛马像都停下了动作 鸡人 一人一兽 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觑 在满兽山脉外围着这数十天的日子里 张叶虽然没有与任何的舞者打交道 但却见过不少的舞者 也亲眼见过杀人夺财的事 听到这些人的嚷嚷 张叶知道自己和这头猛马像都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猎杀目标 一场硬仗 已经迫在眉睫 张叶看着猛马像 手一瘫 说道 喂 大家伙 现在我们被这些人包围了 要想活命 就只有相互配合 等一下你出手牵制住他们 我在一边伺机猎杀 明白吗 说完了 张叶摸了一下额头 寸道 我真是糊涂了 居然与一头猛马像谈合作 这家伙虽然有些智慧 但野兽毕竟是野兽 哪里听得懂这么复杂的话呀 正在暗骂着自己 却见那头猛马像 晃了一下脑袋 朝着张叶咯咯地低吼了两声 张叶一惊 盯着猛马像的眼睛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 你听得懂我说的话 猛马像大眼睛中露出了一丝傲然之色 像人一样点了点头 老天哪 张叶惊得目瞪口袋 想不到这头畜生居然真的听得懂我的话 这么大这么笨的一头畜生 竟然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语言 这世界真是疯狂 猛马像瞪着张叶不满地低吼了两声 似乎在抗议张叶刚才说的话 好好好 感觉到这头猛马像的不满之意 张叶也不敢说他的坏话了 说道 现在对方人太多 实力比我们强的高手只怕都有 我们落在他们的包围圈中 想跑都跑不掉 现在我们要想活灭 就要先斩杀掉对方的高手 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我藏到你的肚底之下 你出手牵制住对方的时候 我再出来一举斩杀敌人 猛马像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雄霸蛮荒》 张叶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心中暗急 嘴上动和道 这是最好的主意了 听着 如果你不配合 你就等着被他们杀死吧 他们杀了你之后 把你的牙齿敲下来收藏 随后用刀把你的皮剥下来 当衣服 抽你的筋 喝你的血 最后 他们还要把你的肉 大块大块地割下来 加入调味料 慢慢地吃掉 听着张叶恐怖的描述 猛马像惊恐地叫了两声 拼命地点头 一人一兽达成协议 当下张叶不再浪费时间 身形一缩 四十一六烟般闪到了猛马像的肚皮之下 这猛马像又有一个别称 长毛像 躲在下面 次有长毛掩盖住身形 一点也不用担心会被人发现 张叶躲藏好不久 就有十一个人 从密林中钻出 把猛马像围住了 围守的那个人是一个矮小的兽子 此人手里执着一柄比他身子还要大一些的方天锤 看上去给人一种极为震撼之感 兽子眼冒精光地 打量着猛马像 越看心里越欢喜 说道 好一头精壮的猛马像 杀了这头家伙 用他身上的材料换丹药 定能让我顺利地修炼到五道第四层 达到真气化流之境 兄弟们 给我上 杀了这头像 再找刚才那个人 随着兽子的一声令下 猛马像立即受到了激烈的围攻 弓箭 剑 刀 等猪般的武器 雨点一般 往猛马像身上扎来 不过 这只猛马像也真够强悍 它站着不动 只是皮肤一抖 所有的攻击顿时被化解 好粗厚的皮 连剑都射不住 这种罕剑的皮剥下来 一定能够卖一个大价钱 大家伙 站着不要动 让我砍死了你吧 哈哈哈哈 为首的那个兽子怪叫了一声 提着大锤腾空而起 一锤 往猛马像的大脑袋 砸下去 兽子这一锤 显然运用上了某种武器 出手之时 风声呼啸 即使藏在猛马像肚皮下的张液 也能够感觉到这一锤的威力 猛马像显然也知道这一锤的厉害 它打了一个响鼻 它长长的鼻子扬了起来 鼻子中扑扑扑的接连喷出了五六道的半透明液体 每一道都极快如箭 往空中的瘦子射去 这种不知名的液体虽然没有剧毒 也没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但如果沾上一点 全身都会痛彻心扉 先前张液就吃过这样的亏 瘦子发出一阵黑黑的怪笑 空着的那只手一挥 空中气流涌动 瞪时将那几道半透明液体集散 他这种空手发出真气的本领 正是五道三重天中的真气离体 舞者进入五道三重天之后 就可以将体内的真气发出到体外来伤人 正是可以将真气离体伤人 五道三重天的实力 比起五道二重天要高出数倍之多 那个瘦子真气离体之术 用得轻松自如 其真正的实力 显然比那个周玉涛还高得多 就在瘦子得意之际 蒙马相也使出了他的压箱底本事了 他的鼻子如同一条柔软的长边板朝瘦子卷去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大吼 蒙马相的鼻子可刚可柔 卷馋之际力量惊人之际 而他发出的声音声如雷霆 两种手段同时矢僵出来 饶是瘦子实力高超 也吃了一个小亏 他虽然显之又显地在空中闪过了蒙马相的鼻子 但却被蒙马相的大吼震得心神一惊 就是这个时候 躲在蒙马相下面的张叶 也被蒙马相的声音吓了一跳 但他毕竟身处局外 瘦的影响比较小 见到瘦子被震得心神失守 张叶像是一片云般飘出 手中的断刀刀是一盏 一道淡淡的刀光闪出 直朝着空中的瘦子斩去 张叶出手的这一刀 正是清风斩 清风斩刀出无形 杀人无声 最适合在昏暗的密林中使用 瘦子虽然实力远超张叶 但他毕竟想不到 这蒙马相的肚皮之下 居然藏着一个人 更想不到 这个人竟然能够发出 如此快的一刀 这一刀正好抓住了 他失神的一刹那发出 后背刀所带起的森然杀气 是如此的凌厉 急得瘦子头发都根根竖起 看着一闪而至的刀光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感觉 刹那间笼罩过来 死亡的气息森然而至 张叶发出的这一刀 乃是有心算无心 乘虚而入 刀是一展开 瘦子想躲闪想抵挡 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惨白 耀眼的刀光掠过了瘦子的方天锤 掠过了瘦子的腰间 将它分成了两段 两脚身子和大锤从半空落下 即使身死瘦子的眼睛仍是瞪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